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2年4月21日,星期四拍片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指今日的走勢,恒指今日跌了262點,收20682點 看看小時圖,小時圖已經在側面的地方做了兩個金叉 通常看到是一個金叉,接著是兩個金叉,兩個金叉其實轉向的機會已經大了 如果再有多個金叉,即是明天或下星期還有一個低位,轉向的機會就會更大 所以現在其實兩個,它之前有反彈,看到是兩個就已經是反彈 接著再上去overboard的地方再下一次,這次又是兩個金叉 看看這次會不會是,因為跌得多就越跌得多就越接近那個調整浪的終結 所以看看會不會這些位置,可能是差不多已經是,會有一個大的升浪出現 看看看看,這裡呢,日線圖,還有日線圖的STC已經oversold了 這些情況通常會有一個大小小的反彈,或者是見底也有可能 每次情況都不同,譬如對上次,這裡這樣,一看到它overboard 其實就差不多已經是最高位了,而譬如這裡這個情況,看到它上去overboard的位置 但是其實都還未見頂的,會再遲多一點,去到這些位置,再久一點才見頂 所以每次情況都不同,只不過是,當它一oversold 其實就已經是,大了機會見底了,或者是接近那個低位,接近這個日線浪的低位 即是,可能現在就轉回一個日線的升浪,或者是,再破一兩一次,可能一次到一次 這樣才轉的,這樣 看看看看,Patreon分享的圖,這個就是,這個就是,前幾天分享的一個量度 所以這些地方都可以是,有機會是,有機會是,有機會是 有機會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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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是 跌穿了,所以今天已經見到今個月的低位也有機會 兩小時圖就看到昨天的反彈ABC 由這個位置開始做一個ABC的反彈 ABC反彈後就會走過1,2,3,4,5的下跌 兩小時圖要出一枝羊竹才能確認到,否則它裡面 都可以再分拆,現在看看兩小時圖 看一看兩小時圖,看到兩小時圖已經出了羊竹 所以其實這個20400多這個位置 都有機會已經是 就是這裏走ABC反彈,然後再走1,2,3,4,5 都似是有機會這個位置完成的調整也有可能 所以這一點要留意 再加上這個月線的量度支持也跌穿了 所以在20526以下都是一個支持的區 看看上陣指數走勢 看到上陣指數就很大機會都是向下突破了 接著呢 即是這裏是一個反彈 這是一個 ABC反彈,應該就現在走1,2,3,4,5 就會跌穿這個低位 那走1,2,3,4,5 跌穿這個低位之後呢 應該又在下面又會上回去 就是這個看法 現在看看 道指的走勢 看到道指日線圖的走勢是向好的 跟港股是相反的 看到1,2,3,4,5 看到1,2,3,4,5 那這裏應該構成了1浪 即是一個大級別的1浪 接著這裏回了0.382 然後無修在下面 即是0.382有支持 那應該做了2浪 那現在其實他正在開始3浪 那就是這樣的看法 這個道指 看看納指的走勢 看看納指的日線圖 日線圖它是回了這個浪的0.618 接著又站穩的 那就是可能這裏是1,2浪 通常回0.618都像是2浪 所以這裏呢 就比較大機會是開始3浪 那麼 見到他的3浪 都有分了做1,2,3,4,5 那應該走過 這個3浪1裡面的1,2 3,4,5 就是走小浪 就是要看這裏 那這裏是個1,2,3,4,5 稍後有個3,4,5 那這裏是個3,4,5 那這裏是個1,2,3,4,5 再回一下,再走3,大的方向都是向上,這個納子,看看黃金的走勢 看黃金的日線圖,日線圖走大三浪,大四浪,現在走大五浪,大五浪的一,可能是延伸了,但到時不延伸,要到時看三和五才知道 總之日線圖走大五浪的結構,構成了五浪的一,現在走大五浪的一,現在走大五浪的二,稍後一收陽速就有機會是五浪的三開始 現在看看裡面的,進去看看,如果升浪是順利,不應該跌穿昨天的低位,這個是4月20日的低位,大概是1939 這個位置就不應該跌穿,但跌穿之後,如果真的跌穿,如果收回在這個移動座的上面,即是1958 收回在這上面,也是有機會太好,因為這個其實也有機會是一個複雜的調整浪 但最理想的就是不要跌穿,因為跌穿有點像一個五浪結構,1,2,3,4,5 所以跌穿這個位置也未必太差,看到它反彈了也不太多,現在看看會不會跌穿這個位 即是說現在只要沒有跌穿1939,都可以跌穿這個位置上去 如果跌穿上去的話,就開始大一個三浪 那些位置在這附近的地方,可以去找周線圖的 retracement量度 如果去調整一下,那些位置上去調整一下,就可以去調整一下 如果去調整一下,那些位置上去調整一下,那些位置上去調整一下 如果去調整一下,那些地方會比較大支持呢? 都可以去調整一下周線圖的調整圖的調整一下 去調整一下,那些地方可以調整一下 上個星期又企不穩0.5,所以今個星期上到0.5以上都是被估下去 看到這把尺的量度支持是1932,1932以下,但這些位置未必到,只不過是到的話就應該支持大 看看原油的走勢,看看原油的走勢,看看原油的日線圖,和上次的看法都差不多 這裏應該走一個大的3浪,ABC走一個大的4浪,現在走一個5浪1,2,3,4,5,這樣 現在去到5浪2的位置,5浪2回了一半的,因為浪通常ABC或1,2也好,通常都會一半 看到跌穿了一半就馬上有個支持,暫時站得穩,所以這裏有可能完成了5浪2也不定,即是這裏上去,這個大的4浪 小的5浪1,小的5浪1,小的5浪2,小的5浪3,4,5才完成大5浪,暫時是這樣的看法 看到美元指數日線圖就已經有第三支的陰燭,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美元指數日線圖,現在已出現第三支陰燭 之前上來的浪都走齊了5個浪 如果這個浪是完成了,前面是3,前面是4,前面是5,前面是1,2,3,4,5 如果這個浪已經完成了,可能最少也要調整這個浪 先不說這個浪又是什麼浪 起碼要先做這個浪的調整 這樣也要去到97.7 就算他不是做之前一直上來的調整 他只不過是在做這個調整也好 他也要去到97.7 即是這個位置 如果他只是做這個浪的調整,有機會去到這些位置才會再上 但如果不是的,當然會更加落心 就是這個看法 可以量度一下他的量度支持 都差不多到1比1 剛剛看就應該不止的,因為是97.7 所以應該1比1.618應該都到達到的,甚至乎2.618 即是這些位置都應該是沒問題的 今天這條影片就拍到這裏了,喜歡可以給個讚 還未訂閱Youtube可以訂閱,歡迎分享給朋友觀看 也可以考慮到Youtube的會員,或者Patreon的會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